重心转换啊 我不想讲 因为我觉得它没有那么重要 都很重要 但是我再说一遍 真正能够把你力量传达出去的是手臂 能够完成鞭打的是手臂 没有哪一环都不行 知道吗 但是只有一个东西它不能被孤立出来 我问一下你们 我打球的时候 我没有重心转换 我能不能发上力呢 我就这样打 我就这样打 没有重心转换 我能不能发上力呢 我能发上力 我没有转体 我能不能发上力 我刚刚更没转体 我什么都可以没有 但如果我没有手臂 做这种力的传导 我能打上力吗 我全做上重心转换 有重心转换吗 有用吗 没用 也就是说 哪个地方都可以被孤出来 唯独手臂鞭打不行 你连手指手腕这块单独用都能打的比较远 也就是说你下面的这个传递当然很重要 但是我今天讲的是什么位置 是你只有它就能发上力 因为你下身重心转换或者跳什么都学会了 哪怕你没有手臂鞭打也不行 但是你只有手臂鞭打OK足够了 你能打得很远很远 对吧 你发到我脚底下行吗 我让大家看我没有重心转换 它依然能打出这么大的劲儿来 然后我现在在教你怎么做重心转换 刚才我做的简式抬腿跳 刚才我在做的这个麦腿 全部都是重心转换 右腿能够转到左腿 就重心在步伐中 无时无刻都在存在重心转换 你比如说我举很多很多的例子 我们发力步伐怎么做重心转换 刘教练我这步子蹬不出去 我重心一直往前扎 你看我这情况 对吧 你重心没有落在左腿上 你先不用说去做一些什么步子 你先学一个步子叫后交叉 为什么 你后交叉这个步子 你可以把左腿前迈上来 它比较远 你也你或者觉得难受 你就你就跟在这个右腿的后边 我们侧面看一下 好了 你现在感觉你右腿处在一个可以抬起来的状态 你先慢慢做 你先慢慢做 跨出去 OK了 那也就是说你最后是左脚蹬地的 那我们把这两个步子连在一起 都加上一点蹬的感觉 一 二 坐大一点 坐大一点 准备 跨 对吧 跨 我就蹬跨出去了 这就是重心转换手机 对吧 再加上我刚才挥拍的 我把左脚向后撤那种 叫不要重心转换 当然叫 现在不是重心已经落在左脚上了吗 那简式跳是不是呢 右腿重心现在在 转换到左脚没 转换到了 那也就是说我的宽就过来了 也就是说 重心转换一定是为了调配身体 无论是在步伐中还是在发力中 我重心没有转换到左脚说明什么 说明我宽都过不来 我都转不回来 我重心能转换到左脚上 我的人才有可能过来 我的发力才有可能顺畅 所以说它很重要 但是我希望啊 大家明白 就这个 刘教练你讲的就一定对吗 我认为所有的教练讲的 我都能看到它对 但是如果说你只能把一个当做重点 它一定是手臂部分 兄弟们 一定是手臂 手腕 手指 末梢的这个力 是最黄金的位置 可能决定你这个球打的重不重 可能重心转换它很重要 但是你要说我现在发力 哪里是 能咱们说是一个黄金部分 这 这一趟 因为没它就不行 你有什么都没它都不行 但是什么都没有 你只有它也行 懂这意思吧 都能将就 没有重心转换 我没有重心转换 对吧 只能说我有了这个重心转换 对吧 可以给我这个力去做加持 能让它更 看着更狠 更好 但是最后还是什么 手臂是最关键的 你要问重心转换这四个字 太广泛了 羽毛球里无数 无时无刻不是重心转换 没有重心转换 你连一步都迈不出去 所有我见到打球的人 所以我见到打球的人 出来这种跌跌撞撞的状态 这都是重心一直在一条腿 看 那左腿压根就没踩过劲 对吧 凡是被二次启动骗了的人 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把重心 换到一条 能支撑的腿上 你被晃了 你别慌啊 重心丢了 你派出一条腿支 你派哪条腿支都行 派右腿支 右腿蹬地 重心转给左脚 左脚再蹬地 我右膝盖不行 你换个法 说了 任何一条腿都行 重心栽了 我左腿回去行不行 左腿回来支住身体 左腿向前蹬 但是这个就得多一步了 可能 因为你现在直接跨比较短 看到没有 我就得把左腿往前换 蹬 给到右腿 右腿再向前 左腿踩住 再蹬 你要说 你启动不出去 不可能 只能说 哪条腿更好 右腿好 刚才这个动作上